人生要突破,不要只是看破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记得以前我在精神科病房 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我常会推荐我的个案们 去看一卷由传神所发行的纪录片 是讲到一个人叫莲娜玛利亚 莲娜玛利亚是谁 这个人很特别 他一出生就只有一只脚 那没有双手 另外一只脚也是非常残缺的一个短肢 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就是一个 只有一只完整的肢体的人 这样的人要怎么生活呢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但是莲娜玛利亚很不简单 他从小到大学了很多一些东西 我举个例子 他游泳游得非常好 他只有一只脚 但游泳游得非常不错 除此以外 他只有一只脚 不但可以出门 而且还可以自己开车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他是怎么样去开车的 不过他就是用一些辅具跟改装的方式 把一部车把它给改装成 他只有一只脚 但是还是可以开 他不但可以开车 他还可以开到目的地去买东西 比方说去超市里面去结账 完全都靠他自己来 真的很不简单的一个人 而且他还可以学画画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一个人他只有一只脚 他怎么拿画笔 怎么挤颜料 但他就是可以 他甚至可以在只有一只脚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去煮饭 煮一些简单的东西让自己吃 更让我感动的是 他利用他身体还完好的部分 他的声音还非常好 他利用这一部分 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棒的声乐家 即便他只有一只脚 可是他会做很多一般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甚至于他把一些事情 把它给做得非常的完美 让一般人看到他的时候 几乎忘了 他是一个只有一只脚的残障人士 莲娜玛利亚的故事 常常给我自己很大的鼓励 我也推荐很多人 能够去看莲娜玛利亚的故事 当我们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 很多人心中的忧郁 不要而遇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状况 看起来我们好像很难去改变它 但其实我发现很多的一些信仰 真的都叫我们要懂得看破人生 懂得看破红尘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 它记录到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历史人物 他们在面对到一些自己 看似很不利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没有就这么算 他们没有就这样看破自己的人生 看破红尘 他们选择去突破 想办法去突破自己的一些困境 想办法去突破别人的眼光 想办法去突破一些自己过去所做不到的事情 结果到后来 他们真的都做成了某一些大事 让自己的人生到达一定的高度 面对到某一些不利的状况 我们当然有权利选择看破红尘 但是我们更可以倚靠上帝 做一个突破人生的人 亲爱的朋友 人生虽然很多的地方看起来不顺利 也许你现在正面对到某一些状况 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但是有时候告诉自己 人生有时候就要学会突破 而不是要只是看破 用这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也许有一天 你的表现会让你喜出望外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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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